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找到的两把最强的保护伞 这两位也是在洛克斯之外 罗杰身边遇到的两位 最强的也是人品最好的对手 之后我们已经在先前的军军中得知的 罗杰在向海军自首之前 就已经在和白胡子的最后一次八九年换中 将团在拉夫德尔得知的 大命宝以及这个世界的秘密 全部都告诉了实力最强 但没有毁灭世界想法的白胡子 而在这个环境中 罗杰可能也向白胡子提出了 如果在未来遇到他的儿子 希望白胡子能特殊关照他 甚至培养他的请求 白胡子未必答应 但罗杰明显已经是相信了白胡子的为人 接下来就是罗杰 同样相信其为人的海军卡普 除了在处境时向全世界发出 引发大航海时代的死前宣言之外 罗杰向海军自首的另外一个原因 可能就是要在死前 将妻子陆九和未出生的儿子 扑付给他一身的劲敌 善良的最强海军卡普 而最后我们已经在 曼号军中得知的 正直的卡普确实就完成了 老对手罗杰的遗愿 将艾斯当作自己孙子养培养 而罗杰可能也早就知道 虽然能最好的保护艾斯 但即便是卡普的海军种植 可能也阻拦不了他的儿子 成为像他一样的大海贼的野性 而当他长大之后到了大海上 成为最强的野性 也必须让他遭遇到 那个最强的海贼白胡子 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在艾斯强势出海 挑战白胡子之后 白胡子也不辜负了罗杰之托的 甚至培养性命 也要将艾斯培养成为 将颠覆世界的新海贼王 但罗杰恐怕也没有想到 还有一个继承了 洛克斯意志的海贼 就处于白胡子海贼团之中 而他可能也更没有想到的是 在同年和20岁时 还没有他海装实力的 儿子艾斯 虽然他有着一模一样的 危难时刻拒不逃脱的 倔强性格 但也正是他倔强的儿子艾斯 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 海装罗杰真正在等待的那个人 好了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王云 海装专题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